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 朱德 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 转战干南 隐西 是年六月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中 围绕红军建设 发生争论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否定 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 到福建龙岩地区 指导地方工作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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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跑 快走 快点 快 快 受伤了 快 不跑了 跑不动了 我也不想跑了 听天有命 吧 那不行 毛员 我们米歇人民不能没有你 来 毛元 我背你 这 展大呢 给我追 快 弟兄们 给我上 抓住毛泽东 想二十块打烊 二十 快 上 上 快 哪儿 这边 这边 快点 快点 给我上 快快快 过来 这 快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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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天玉 啊 陈天玉 好 我记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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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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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啊 人衣 ut 我知太 kaum 哇 永定 五平 宁华 瑞金 广场 宁都 西国 于都 回唱 如果 闻夕和甘南 连成一片 那就是一块大石头 日志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们 要确立的 公开的武装割据 这是我们 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弃的 因为 这是我们 前进的 尽处 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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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之你不能死啊 你要活着 你活着一定能成他事 一定能成的 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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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日组织 民西党组织通知我们马上去用病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邓子贵同已经派人来接我们了 远之 邓书记 邓书记 你 你这是 快 跟我走 去哪儿 去救人 这就去吧 你 你听清了 救活他 你也能活 要是救不活呢 你说呢 什么病人啊 令邓书记如此看重啊 毛未渊 毛则动 快请进 请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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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打 没事吧 没事 快走 来来来 谢总司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hesitat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共产党 中国红军的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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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军长 这到什么时候了 再不把总渔队拉上去 这真第一十手 这仗可就没法再打了 东江一战 这才几天哪 算上我们锦干山下来的战友 我们红四军一共损失了一千多人 再这样打下去 珠毛红军就要打光了 怎么着 组织部队 马上撤离东江 是 究竟呢 你这是去哪 我去给矛盾之 速刑 力量 出赞 表达 需要 地症 你 一直在 快点 愚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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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德 朱毛红军的朱德 金刚山的回事 你不是说 写的教训是朱毛不分家吗 一分家就倒霉啊 一分家就大败仗啊 愚姬啊 我的话你能听见吗 东江一战 一千多灭跟着我们上青甘山的红军兄弟 血染沙场 一分家你就一病不起啊 冰散荒泉啊 任志 保佑咱们红军吧 保佑咱们红军 一定能够 保佑咱们 打下殿下 打下殿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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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杰兄 玉杰兄啊 任志 你 你呀 任志 玉杰兄 任志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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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志啊 玉杰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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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委员 我都快赶不上你了 任志啊 你那口红棺材 把我害得好苦啊 多亏那口红棺材 不然的话 我还听不见 你玉杰兄的心里话 紫辉啊 你的奎宁是怎么搞到的 是陈毅同志到上海汇报工作 把毛北原的病情告诉了恩来同志 最后是陈云同志 费尽了周折 这才把药送到了苏区 江西的增山同志也搞到了奎宁 这将要没有都没有 要有了全都有了 那口红棺材还摆在院子里啊 毛委员说了 朱漆棺材两头红 咱们涂的就是两头红啊 对对对 毛委员还说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如果我还没死 这个棺材就中了头彩 对对对 子辉啊 我听说你这个邓书记 在我得病的时候 还跟这个棺材的主人 动了枪 发了火 毛委员 你不知道你当时病成什么样子了 我急昏头了 其实啊 这个棺材的主人 是我本家的一个哥哥 我当时我就吓唬吓唬他嘛 棺材呢 这棺材呀 我本家哥哥说了 他要抬回去 他也要讨毛委员一个彩头啊 对 玉杰兄 红四军的七大八大开过了 接下来 该开九大了吧 润知啊 红四军的九大怎么开 由你定 我想 把井冈山以来的事情 都捋一遍 仗要打得明白 路要走得清楚 枪要扛得踏实 还有 我们要把 在听州定的决策啊 跟大家 再好好地讨论一下 把干南和闽西根据地 连在一起 实行公开的武装割据 这是我们前进的基础 是无论如何 不能放弃的 认知啊 红四军的九大 在哪开啊 紫辉和鼎成同志 都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嗯 在古田 根毛委员干革命 根毛委员干革命 好 坐 坐 同志们呢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 存在着 存在着各种 非无产阶级思想 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妨害极大 若不彻底纠正 则中国伟大革命的斗争 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 是必然 担负不起来的 党的领导机关 对那些不正确的思想 缺乏一致的 坚决的斗争 缺乏对党员 进行正确的路线教育 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 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们将根据 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 指出四军党内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 号召同志们起来 彻底地加以肃清 中国的红军 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 武装集团 特别是现在 红军绝不是单纯的为了打仗 他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 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 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 等向重大的任务 古田的会议 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以来的经验 创造性地解决了 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 这一根本性问题 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史上 起到了长期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古田写下的光辉篇章 新兴之火可以燎远 不但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景 解决了当时党内和红军队伍中 对革命的悲观情绪 更重要的是 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印创清流归花 嘉宋 陆爱临身 苍花清流归化 太黄 萤花青柳归湖 路爱的深泰湖 今日向何方 直至五夷山下 今日向何方 今日向何方 直至五夷山下 直至五夷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山下 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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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讲 毛泽东犯肺结核 是以以闽细三宗 你自己看一看 他怎么又活过来了 请不认识 共军孝聚古田 非手毛势复出 你做何解释 这是以讹传讹 江先生 这个拿 你说说 我到底应该姓哪个 大理 就连苏俄的报纸 都刊登了斯大林 悼念毛泽东的文章 这事 怨不得宣衡 谢夫人 这样吧 你把何盈卿给我交来 是 是 算了 不要让他跑腿了 你去给我带个话 要求他再度组织 敏干粤三层会角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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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老邓 你们先走 要不谁都走不了 不行 要走一块走 打 老邓 起来 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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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你们先走 回 杀马 回 东书记 快走 驾 他们跑不了的 不行 牙子 驾 马跑得太慢了 驾 驾 我先下去了 邓书记 你坐好 帮牙子 牙子 邓书记 你们先走 我掩护 帮牙子 帮牙子 回来 帮牙子 在哪儿呢 帮牙子 黄河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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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章 你们先走 我去捡一下崩牙子 崩牙子不会有事吗 我去 这 我去就可以了 你赶紧找毛扁和朱军长 别误了大事啊 好 你要小心啊 走 报告失措 我先动部队已抵达小池 不能给朱毛以喘息之机 加快前进速度 是 快走 快走 快跟上 朱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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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密敌 刘河鼎已进入楼檐 其咸风部队已经到了小池 小池 这儿 他们现在离这儿还多远 还不到三十里 三十里 没看左眼吧 没有 都遭遇上了 老邓同志还被他们缠着呢 什么 紫慧同志没有一块回来 是 顶程 赶快去接应紫慧 是 这个刘河鼎 可是蒋介石的嫡系 军长 军长 是 岳地成员九部已经抵达涌丁上航一线 正在由南向北向我们逼近 西线情况怎么样 军长 什么 干军打下廷州到达连城 您以为金翰鼎 会跟您念铜窗之仪 军长 如果敌人从东县和北县 一块夹击我们的中路 那我们可真成了瓮中之鳖了 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还是听听毛委员的看法 走 到润芝那儿去 军长 润芝这会儿还没起床呢吧 这么紧急的情况 好 走 润芝啊 润芝 你们找润芝吧 紫甄啊 是找润芝吧 是啊 他人呢 天刚擦亮就出去了 说是去万元祠转转 万元祠 一大清早上那儿干嘛去了 他说那儿啊 能让脑子开窍 走 嫂子 在这儿 拿着 快长母亲了吧 还有个把月吧 保重身子 走吧 快 驾 快 跟上 老邓 顶长 老邓 顶长 没事吧 没事 快点 走 好 好 猪毛贡君敢小瞧我 待会儿我一定要 给他们点颜色看 猪军长 饼箱了 饼箱了 你这箱多少钱一把 三文一把 猪军长来了 快请 郁杰兄啊 我正要去送你呢 郁芝啊 我想来想去啊 还是觉得 你帅主力先行出发 我带二宗留下诱敌 掩护主力 黎敏覆盖 你是怕我在这儿 处危险吧 眼下敏干月三省的敌人 都瞄着古田这个地儿 如同三群野狼 扑向一块肉 你说万一 不 没有万一 只要你帅主力 离开福建进入江西 干敌金汉鼎啊 肯定会即刻回元 宇杰兄啊 你可不能抢了我的美差哦 丁程同志 毛委员 你们闽西刚刚组建的 四纵队 这次要随主力一起走了 同志们 会不会有什么意见呢 想法难免会有 故土难离嘛 是不是 既然前卫做了决定 大家伙的服从意识 还是有的 毛委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做好工作 丁程同志 真是顾全大局啊 这个态度好啊 我估计紫辉同志 可能会有些情绪 这个玩儿啊 恐怕一下子还转不过来啊 不会的 他只是担心主力部队一离开之后 把敏西这块根据地给丢了 他人呢 去召集示威队了 准备配合二纵队到小池阻击敌人 你们放心地走吧 他的工作我来做 os奖 sna 风 炼 琳 工 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